啊,有人被湍急的溪水冲走了 别紧张,这是由中华民国救难协会 所特别举办的溪流救难训练 民众如果经过水里溪 应该都可以常常看到 其中经常进行各种训练 其中有效防队员 也有救难协会等单位 来自全国各县市 特别来到水里溪这个工人安全 又干净的训练场地 进行相关急救之急的实际训练 看了这个水里溪 我们也就来过两三年了 觉得非常适合做受训 尤其是有时候在发电的时候 那水流刚好我们配合我们这个受训的状态 溪流的救生就是 好,现在像前面这个绳子的话 它就是用一个绳子 然后利用那个水流 做一个45度的角度 然后遇到有那个逆者的话 那从那边就是挂个挂钩 然后利用水流的速度把它这样带过来 虽然大家都不希望遇到意外的状况 但若是不幸遇到 能够实际进行急救或是自救 就可以挽回许多宝贵的生命 因此参加的学员也呼吁民众 都能够有越来参加 呼吁现在年轻人就是可以多考考这个征兆 然后一来可以救自己 然后也可以救别人 然后也可以就是如果跟家人出去玩的话 也可以帮就是如果有遇到什么困难 也可以互相帮忙 我暑假刚好有空就来学习一下这样子 算一个一技之长吧 也不一定会从事这方面 就是充实自己 让自己有比较多的能力这样 然后有需要有机会的话 也可以可能帮助别人这样子 教练也强调 前往西流玩水 民众最好能选择自己熟悉的水域 或地形与地点 除了远离危险水域 民众也可以像这些学员一样 来学习救难技能 以防万一增加一份保障